江西上扰千山县志远中学高一五班 15岁学生胡新宇 离其从学校失踪 已经40多天 引发大量关注 学校的监控视频显示 11月14号下午5时48分 胡新宇最后出现在宿舍楼 按照往常 她应该是去教室上晚自习 宿舍到教学楼距离不到100米 只有一处10多米的路段监控拍不到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 依然找不到胡新宇 知情人汪先生22号透露 学校称事发当日的监控日志都丢失了 汪先生还透露 学校解释不了 交给了派出所 而派出所找来的人 向家属做的解释 与监控录像厂家服务热线的解释相反 不能相互佐证 尤其是在防疫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手机和防疫码 他是被防疫部门监控的 你要想追踪某一个人是 一下就可以追踪到的 但是突然出现了恶性的 可能是绑架或者是杀害 这个15岁少年的这样事情 那我们国家的监视摄像头和这些手机的监控系统 好像一下子就失灵了 这个就像是当年北京那个雷洋案一样 除了胡新宇 近期中国还爆出大量儿童失踪案件 例如武汉14岁男孩刘奥成 11月12号晚8点半左右 下楼扔垃圾随后离其失踪 刘奥成父亲叫刘斌 21号网上流出 at光明录100号刘斌的群聊视频 当地网民传孩子尸体被找到时 器官都没了 但由于公安不让家属看尸体 无法核实情况 此外科技大维张州 收集了7月15号到11月11号的部分失踪人口信息 名单上有21名儿童 年龄最小的8岁 最大的17岁 由于儿童失踪案频繁爆出 最近网络热传金句 密接群众一个跑不掉 失踪少儿一个找不回 与此同时 大陆媒体报道 武汉协和医院11月7号一天 就给三名儿童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网友纷纷留言质疑 这三个儿童的零件从何而来 其他三位小朋友没有心脏了怎么办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 曾经亲身前往云南怒江 想要调查被拐卖人口事件 但在过程中 发现当局的一些法令法规 阻止民众调查这样的信息 赵兰健表示 正是由于官方从不及时公布真相 也没有建立允许公众质疑和监督的体系 这两点缺失了 就无法实现社会的自理能力 和民众的监督能力 因此民众才会合理怀疑当局的说辞 不断追问真相 不断追问真相